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身体垮掉前会出现的五个信号 一定要警惕 作者要气 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文章 欢迎拉到文末给我们点个赞看哦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当下成年人的日常 我想一定是忙吧 我们忙于工作 忙于爱情 忙于孩子 忙于爱好 却独独忘了关注自己的身体 殊不知 身体一旦垮了 之前拥有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你知道吗 身体垮掉前会出现这五个信号 一定要多加留意 一 悲伤沮丧 人生路上 我们难免有跌落低谷的时刻 可能是与恋人分手 可能是亲人去世 可能是事业受挫 有些人懂得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 积极乐观地迎接新生活 有些人 却容易一头扎进悲伤中 无法自拔 在身体上 他们会感受到莫名的疼痛 胸闷 心慌 食意不振 在生活作息上 将会伴随着失眠 多梦和早醒 其实这也是抑郁症的先兆 长此以往 人体免疫力降低 更容易罹患癌症 如果你经常感到忧郁 沮丧 心情低落 一定要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态 告诉自己 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 坎坷与挫折 本是人生常态 平常可以多做一些 让自己心情舒畅的事 多走出门去 和朋友一起聚聚会 聊聊天 症状都会缓解很多 毕竟 乐观和爱 才是生活的解药啊 二 焦虑 在当下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下 焦虑似乎成为当代人的日常 比如对于自己身材 外貌的不满 与同事之间的竞争 比较 使人感到不安 比如到了一定年龄 却没有成为想要成为的人 才华和实力 匹配不上自己的欲望 其实不难发现 人绝大部分的焦虑感 都是来自于外界的评价和影响 适当的焦虑 可以推动人的进步 可是过度焦虑 容易精神萎靡 消极悲观 引发心理问题 更容易引发免疫力低下 胃肠疾病 心血管 等一系列疾病 如果你时常觉得 对生活焦虑无比 不如放慢脚步 好好审视一下自己的人生 告诉自己 既然当下没法改变 不如享受 并且期待每一天的到来 保持一颗开朗 而积极的心 全身心投入地 认真对待工作 生活 才会收获 意想不到的惊喜 三 生气 其实生气是人 非常正常的情绪表现 尤其是在极度不满时 生气还是一种 发泄方式 可是总有些人 喜欢生闷气 把不满的情绪 都藏在心里 这样不仅会心情变差 更会在身体里 埋下一颗 不定时炸弹 《红楼梦》里 林黛玉 就是多愁善感 敏感多疑性子 要么因为自己 无依无靠而悲伤 要么因为 宝玉的一句话 暗自垂泪 最后气血淤质 导致香消欲云 俗话说得好 百病之生于气也 经常生闷气 压抑自己情绪 会导致人内分泌失调 免疫功能低下 脏气病变 患卵肠癌 乳腺癌的风险 也比一般人高 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 一定要及时 让自己发泄出来 如果因为烂人烂事 抹杀了自己快乐的权利 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 那真是太不值了 四 经常失眠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明明很早躺到床上 可就是辗转反侧到天明 就是无法入睡 第二天会感觉浑身酸痛 身体疲惫 状态欠佳 这个就是失眠的后遗症 长期以往 还会导致心脏攻血不足 耳鸣 脸色蜡黄 肠胃紊乱 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发生 其实频繁性失眠多梦 意味着你心里装了太多的事 精神状态压力很大 生活状态非常紧绷 不妨每天睡前问问自己 真的对工作生活 拼尽全力了吗 真的对感情 无愧于心了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就放心去睡吧 从不失眠的人 一般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世间多烦扰 只有及时消化掉 所有的委屈和烦恼 用平和的心态 真诚地面对世界 人生才会越来越开阔 五 情绪不稳定 之前有个公司同事花姐 自大生了孩子后 情绪非常喜怒无常 经常处于烦躁焦虑之中 每天怨天尤人 经常为一点小事就大发脾气 后来花姐患上了乳腺增生 据说就是因为长期 情绪不稳定引起的 情绪不稳定 不仅对身边人伤害很大 更是对自己的身体 有着不可逆转的伤害 其实人有情绪 也是无可厚非 但是一定要学会 正确引导自己的情绪 如果你意识到 最近情绪化严重 其实可以有意识地 培养自己一些爱好 把自己从繁杂的 负面情绪中解脱出来 而当你情绪来袭 而又无法控制时 可以立刻投入另外一件事 来转移注意力 可以是做家务 打游戏 运动 购物 超书等 让自己慢慢平静下来 比如花姐自从病育后 爱上了养多肉 炼瑜伽 整个人变得心平气和了不少 能控制好情绪的人 才能控制好身体 控制得了人生 海兰博士曾说过 情绪是疾病之源 疾病是负面情绪 没有化解的身体呐喊 每一种疾病 都是身体的呼唤 呼唤得到关注 得到肯定 得到感谢 得到接纳 是啊 那些你常常忽视掉的 悲伤 沮丧 焦虑 压抑 愤怒 都会化作各种病症 投身到你的身体上 也许当时你自己都忘了 但你的身体 永远会记得 所以 我们一定要学会 管理好情绪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随风而散吧 要学会 不乱于心 不困于情 不畏将来 不念过往 就像村上春树说的 不必太纠结于当下 也不必太忧虑未来 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 的时候 眼前的风景 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 不求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于心 愿你在未来的日子 可以嘴角带笑 眼寒星辰 胸怀大海 大步向前 收获一番 人间好光景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健康是一切的基础 照顾好身体 善待自己 才有机会 创造更好的生活 我 我 感谢观看